主料,黄油65克,糖60克,低筋面粉50克,辅量,巧克力155克,加3个,鲜奶油9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黄油分3次加糖30克打发,巧克力65克隔六融化,一合二合合成巧克力糊,蛋黄分3次加入巧克力糊变成巧克力蛋黄糊,蛋白加3次。 10克白糖打发,三分之一蛋白加入巧克力蛋黄糊,再加入一半的面粉,如此重复全部自身而下搅拌好,搅拌好的面固,倒入6寸的蛋糕膜,整出气泡,放入烤箱到树第二层170度在15分钟,巧克力30克,鲜奶油30克,黄油5克格水,加热成巧克力淋浆放入冰箱冷藏,烤好的蛋糕取出, 分成二份,放入烤网上,下面放烤盘,巧克力60克,鲜奶油60克,黄油10克格水加热成巧克力淋浆,冷却到50度淋在蛋糕上,拉起架子震两下,没弄到巧克力淋浆的,再用刀粘上,放入核桃点缀,在侧边沾沾巧克力片,烹饪技巧,烤箱温度时间需摸索, 每开烤箱就不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